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之前国际心理学杂志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 让很多的华人感到尴尬 因为这个报告呢,指出了 大概有六成的美国华人的家长 习惯用谎话来管教不听话的子女 要不然呢,就是用言语来威胁,恫吓 使他们服从 研究人员随机访问了85名的美国华人 调查他们是不是会用谎话 或是恐吓的方式来管教子女 结果呢,大约有68%的华人家长都承认 说过,哎呀,你再不跟着我 小心坏人把你拐跑哦 这类的话,来让子女呢,服从管教 那另外有60%的华人家长 习惯用这个,不吃东西就长不高 给子女施加压力 让子女呢,服从快快吃饭 有一些华人家长呢,习惯用 你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 之类的恐吓的言词哦,要子女学习服从 很多的华人家长哦,为什么会使用这样子的话来管教子女呢 也许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或许在很多家长来看,这样子的管教的方式呢 并不算是一个谎话哦,或是违和 可是如果我们是用圣经的价值观看亲子教育的话呢 其实更能够帮助子女的身心灵健康成长 在我们中国亲子教育的传统经验里面 当然有科学之处 可是呢,也是有很多被诟病的地方 例如,华人都很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 却忽略孩子品格的塑造 圣经当中教导父母要透过言传 还有生教的方式呢 让子女从小培养这个诚信仁爱的这样子的心肠哦 让他们长大以后 仍然可以拒绝谎言 不做假见证,陷害别人 可以做一个诚信的人 那其实谈到诚信啊 谈到说谎话哦 那我就想到了一个小故事 今天在小故事大启发的单元里面呢 我就来跟你分享这个有关于说谎话的小故事 这件事情呢 发生在一个法国的家庭 有一天小男孩放学回来 在客厅里面玩球 球没有控制好 打到了一个花瓶 花瓶呢 就摔到了地板上 哇 这个花瓶呢 可不是简单的摆设品哦 它是流传下来的一个古董 看到这个花瓶口呢 摔掉了一块 孩子呢 就是紧张得不得了哦 把碎片呢 用胶水粘起来 胆战心惊地 把花瓶摆回原位 晚上 妈妈回来了 发现这个花瓶 有一点变化 她问孩子说 你是不是打碎了花瓶啊 孩子就说 啊 有这野猫 从窗外跳进来 怎么也赶不走啊 她就在客厅里面 跳来跳去的 就撞到那个花瓶 结果花瓶就摔到地上啦 就摔了一大块 母亲很清楚 孩子在说谎 因为每天上班之前 她都会把窗户 一扇一扇关好 下班回家 再打开窗户 母亲就不动声色了 她说 嗯 是我疏忽了 没有关好窗户 而那天晚上 孩子在就寝之前呢 发现床上 多了一张便条纸 妈妈请她到书房去 看到孩子忐忑不安地 推门进去哦 母亲就从抽屉里面 拿出一个巧克力盒 她把其中一颗巧克力 递给孩子 然后说 这块巧克力 是奖赏你的 因为你运用神奇的想象力 去杜撰一只 会开窗户的猫 以后你一定可以写出 好看的侦探小说 母亲说完话 又拿了第二颗巧克力 放在孩子手上 这块巧克力 奖赏你 因为你有杰出的修复能力 虽然用的是胶水 可是裂缝粘合的 几乎完美无缺 可是呢 要修复花瓶 不仅需要年力更强的胶水 而且需要更高的专业技术 明天我们把花瓶 拿到艺术家那里 看看他们是怎么样 使一件工艺品完好如初的 最后母亲拿起第三块巧克力 递给孩子 然后说 最后一块巧克力 代表我对你深深的歉意 作为母亲 我不应该把花瓶 摆在容易打破的地方 希望你没有被砸到 或者吓到 哇 如果我们是这个孩子 我母亲递给你这三块巧克力 对你说的这些话 你会作何感想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孩子当场羞愧的无地自容啊 他马上向妈妈全盘突出 他怎么样打破花瓶 以及呢 怎么样心惊胆战的 把花瓶用胶水粘好 后来这个孩子 再也没有说过谎话了 因为每当他想要说谎 这三块巧克力呢 就会浮现在他眼前 这位法国妈妈实在很有智慧 她没有当场揭穿她的孩子 说谎话 她也没有用一个 很严厉的一个态度方式 来处罚她的孩子 她是逆向操作 她用奖励的方式 结果让这个孩子呢 自己羞愧到无地自容啊 全盘突出 我想上帝呢 管教我们的方法 也是这样 上帝有的时候会 兴起一些人事物 兴起一些环境 来管教我们 管教的过程里面呢 会让我们深深察觉到 自己正是个罪人 需要悔改 像我有个朋友呢 他以前呢 常常说白谎 那这个白谎呢 比方说善意的谎言啦 也是一种白谎啊 他以前都不觉得说 这个白谎有什么不对的 如果都可以达到 自己所要的那个目的 哎 说一点白谎 又怎么样呢 就后来认识上帝以后 有一次读圣经 圣经的话就光照他 让他突然知道 哇 自己是个罪人哦 说这个谎话 其实有罪的 他需要来到上帝面前 认罪悔改 求上帝的赦免 之后他就改掉了 这个说谎的习惯 亲爱的朋友 谈到说谎 有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为了 达到某些的目的 撒一点小谎呢 那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使我们懂得判断 更是求上帝赐给我们 愿意说诚实话的勇气 今天的小故事大启发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天使夜未免 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啊 帮助我勇敢 帮助我勇敢 在你要我勇敢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